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不知不觉,修财器已经宁静尾声了 距离新赛季的球队训练营,媒体日子剩下最后半个月的时间了 如今,各支球队的引人都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对于未免冠军勇士来讲也一样如此 早些时候,根据NBA记者谢富特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勇士江河自由球员杰罗姆罗宾逊签下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 作为18届的首轮第13数位球员,罗宾逊的天赋算是比较出众的 不过说难听点,他也是杰里维斯特老爷子为数不多看走眼的球员 新秀生涯4年,罗宾逊先后卫快船和奇才的效力2年 他这4个赛季的场均数据仅有4.5分1.8篮板1.2助攻 投篮命中率和3分命中率分别持有36.3%和31.0% 根据补充报道,罗宾逊将参加勇士的训练营 并且争取获得一个正式合同的名额 而作为新科FMVP得主 库里可以说是度过了他职业生涯最舒坦的一个休赛期 库里用成绩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甚至有人开始认为库里已经是NBA联盟的门面担当了 除了收获满满的荣誉之外 库里还引来了另外的重要里程碑 早些时候,用时官方更新了动态 他们祝贺库里顺利从戴维森大学获得学位,顺利毕业 与此同时,库里在戴维森大学神川的30号球衣也正式迎来了退役 库里本人回到了母校,参加了一系列的仪式和活动 除此之外,库里还被授予了戴维森体育学院的名人唐勋章 在同一时刻达成如此多的成就 完成这些里程碑,库里可谓是收获满满 他的影响力达到了个人最巅峰的时刻 在授予学位以及球衣退役仪式上,现场所有人都同时做出了晚安的庆祝动作 可以说,这次多不安,让库里彻底摆脱了叔父 此外,勇士前锋追梦格林对于库里在戴维森学院退役球衣的事情也有感而发 格林表示,由于勇士取得的巨大成功 这会让勇士在接下来有很多件球衣需要被退役 在未来的5到7年时间内,勇士可能需要退役多达5件球衣 很显然,在退役之后,库里,克莱,克林,伊格达拉这4名勇士4冠核心成员毫无疑问会被退役球衣 这里就已经是4件球衣了 此外,另一名退役球衣的球员,成了球迷激烈讨论的话题 不少球迷认为杜兰特退役之后,可能会被勇士退役球衣 也有部分人认为勇士在纪录片中把杜兰特的镜头删光了 他们不太可能会退役杜兰特的球衣 而卢尼作为陪伴勇士夺得三座冠军的成员 首先如今26岁的他很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 其次,卢尼除了冠军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个人荣誉 即便是伊格达拉,他也赢得过一次FMVP 格林则是最佳防守球员 另外,勇士后卫克莱汤普森早些时候前往了训练师 本部卢诺的私人训练馆进行了训练 克莱晒出了他训练大腿力量的训练视频 并且喊话勇士中锋卢尼 声称新赛季自己要抢了卢尼的饭碗 开启中锋模式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克莱的腿部力量已经恢复得非常到位了 不管是小腿还是边界 克莱似乎都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他已经能够腿部发力拉起足够重量 通过一个修塞器的恢复 克莱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似乎已经回到了巅峰的状态 其实,在勇士阵容当中 特别是当克尔使用五小阵容时 他们没有明显的位置区分 入侧的球员随时需要准备进内线进行斜方补位 克莱也多次在内线进行一些简单的互换工作 虽然是二毫位出身 但克莱的身高达到了1米98 在如今的小球联盟当中 这个身高足够打内线了 别忘了,追梦格林的身高就是1米98 当然了,克莱也是在开玩笑 不过他能够展现出刺激腿部力量恢复得如此顺利 这对勇士来讲显然是个好消息 最后,21-22赛季勇士工资1.7亿 收持税达到1.74亿 台值达到创纪录的3.44亿 本赛季勇士也维持不了巨大的开支放走波特和佩顿 将开支维持在3.26亿 23-22赛季勇士还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如果同时续越维基斯 普尔 格林 勇士的工资可能会达到2.2亿 奢侈税将达到3.5亿 准开支5.7亿会让勇士老板无法承受 所以勇士必须做出取舍 在韦金斯和普尔之间中放弃其中一人 韦金斯是勇士夺冠的第二功臣 还是球队的防守铁杂 所以勇士不大可能放走韦金斯 因此勇士只会让普尔走人 如果普尔23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 他加盟别的球队勇士会一无所获 所以勇士考虑在今年中期交易前让普尔走人 如此还能换回些筹码 这样勇士可以用交易普尔得到首轮 再次选到高质量的新项 勇士还不能和普尔现在许约 根据开拓者今年4年1亿许约西蒙斯 勇士也要给普尔4年1亿 如果勇士现在和普尔许约4年1亿 就会触发独药条款 如此22-23赛季 普尔被交易后 他就会占据新球队2100万左右的空间 这样很容易让普尔的新冬价缴纳奢侈税 所以勇士不能现在就和普尔商谈续约事 也除非勇士已经决定留下普尔 才会给他续约合同 普尔给多大的合同也是很多人争论的焦点 普尔不大可能拿5年1.91的顶线 他的市场价格应该在4年1亿左右 现在普尔拿多少钱不是勇士关心的问题 勇士只要将普尔交易 就不会再考虑普尔拿多少钱的问题 黄蜂可能是有意普尔的下架 黄蜂今年在交易市场上非常积极 他们也在积极向爵士报价得到米切尔 但以黄蜂的筹码看他们得到米切尔的难度很大 这让黄蜂就会把目光放在比米切尔便宜 但非常实用的普尔身上 黄蜂可能也希望得到怀斯曼低声自己的内线 对于黄蜂的要求 勇士可能是求之不得 可以甩掉怀斯曼这个包袱 所以勇士和黄蜂有交易的可能 美媚建议勇士用怀斯曼加普尔换普拉姆利加 2021年11号新秀布克奈特加黄蜂的两个首轮 要是这个交易能成功 勇士真的是大赚特赚 勇士先用普拉姆利做替补内线 然后将黄蜂选中的首轮选内线球员 而在勇士的体系里 布克奈特可能成为第二个普尔 甚至比他还强的球员 普拉姆利场均可以贡献6.5分7.8篮板3.1助攻 投篮命中率高达64.1% 他的治病能力非常强 他可以很好地替代怀斯曼 这样勇士的内线也得到了加强 勇士和黄蜂交易最关键地解决了普尔续约的问题 将难题留给了黄蜂 黄蜂跟普尔四年意义就是黄蜂的事情和勇士无关 如此勇士可以留下维金斯和格林 这样勇士就保留了现在的夺冠阵容 另外一点 在人没有迁运的这一批球员当中 其中不乏一些兼具名气和实力的球员 悬高两米十余的中锋 阿尔德里奇就是其中的一员 早些时候来自美国的数据媒体Ted News更新了一组数据 根据统计进入22年以来 全联盟接球投篮至少出手三次命中率最高的四名球员 分别是阿尔德里奇命中率51.5% 安芬尼史密斯命中率47.8% 杜兰特命中率47.5% 小库里命中率47.0% 这组数据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这四名球员当中 有三人是在为篮网效率的时候打出这样的表现 而阿尔德里奇不仅在这个榜单上高居联盟第一 同时他还是仅有了一名命中率超过50%的球员 从第二至第四这三名球员的接球投篮命中率 都在47%到48%这个区间之内可以看出 阿尔德里奇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 或是卖点 就是当你把球传给处于空位的阿尔德里奇时 他是最有把握把球投进的那个人 至少从数据方面来看 他是进入22年之后接球投篮效率最高的NBA球员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高校大个子投手 在如今注重投射的年代 迄今为止 阿尔德里奇仍没有和任何球队达成签约协议 很显然 阿尔德里奇不可能回到篮网的阵容当中了 在篮网连续用两份无保障合同签下了杜宾雄台和大莫里斯之后 篮网的15份正式合同已经全部给出 除非裁员 否则他们已经没有签下阿尔德里奇的机会了 在考虑到阿尔德里奇办的多赛季被纳什器用 今后赛没有获得任何一分钟的出场时间 对于他自己来讲 他也不会想回到这样一致深陷混乱 其主帅也不会用人的球队 搭配上如今阿尔德里奇在市场上无人问津的现状 想必他对于自己加盟篮网的这个决定 一定会感到后悔 为了追求总冠军 阿尔德里奇放弃了他原本和马次合同中的700万薪水 当时他的第一选择是热火 因为除了争冠之外 他想拥有首发出场的地位 不过刚好那段时间 热火处于低谷 杜兰特给阿尔德里奇发去短信之后 后者决定加盟篮网 首发 争冠机会都有了 可惜 心脏问题一度让阿尔德里奇不得不接受退役 这让他匆匆结束了首个冲击冠军的机会 不过 阿尔德里奇并没打算完全离开 得到了医学许可之后 阿尔德里奇决定重返赛场 并且决心回归篮网 对于自己的这个决定 显然 如今来看 阿尔德里奇该后悔了 这个决定让他如今苦不堪言 甚至有些晚节不保 在已经结束的这个赛季 阿尔德里奇自身的进攻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 他的投篮非常稳健 但是随着篮网内部出现动荡 加上那时的慌乱 阿尔德里奇进攻端的优势没有被体现出来 反而他防守端脚步移动缓慢的弱点 完全被暴露了出来 赛季后半段 阿尔德里奇直接被弃用了 他进后赛也没有捞到任何出场时间 完全成了场边的抗坷 他就这么看着篮网被横扫出局 如今 37岁的阿尔德里奇仍渴望回归NBA研盟 但他也清楚他的处境 阿尔德里奇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公开喊话米兰主帅梅西娜钱马斯助教 称如果后者需要一名大个子射手的话 请第一时间联系他 很显然 阿尔德里奇希望继续职业生涯 但他也愿意接受在无法重回NBA的情况下 前往海外打球的机会 如果再让阿尔德里奇选择一次 我相信他在决定付出之后会慎重考虑